因为我又不喜欢account 然后我又不喜欢science的东西 然后可是我又喜欢讲话 然后我也不知道读什么 我有听过这个 course 因为之前在education fair就有看过它 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嘛 以前也没有想过要hotel了 是来了这里就慢慢进hotel line 所以ok哦新鲜 而且又没有这样theory 我叫吴慧玲 然后我是从槟城BM来的 我中学的时候是读日新国中 然后现在是在 已经一年又七个月了 因为觉得很爽 就我喜欢自己的店弄到美美 然后很多人来 然后去serve 人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讲华语 然后只有来到这里就full english 所以那时候很part off 可是ok好啊现在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 他们有来我们学校做 就education fair有没有来 然后路边有很多banner 然后radio又有播 然后所以我就知道inti哦 那时候是跟daddy妈咪来了 然后一来就遇到那个mr ali 就是我们现在的lecturer 然后我daddy妈咪就很喜欢那个老师 他就觉得那个老师很善良很好 他又带我们去介绍 学校的服务什么 还有就是我daddy妈咪看到的学校 又很多地方读书这样啊 在这一棵Hotel Malaysia的服务 就是你看有restaurant 然后有mock room 有那个reception的 mock room 然后我们要我们会有真正一个operation 就是好像我们会真的run一个operation在这个restaurant 有人是manager 有人是server 然后就会请外面的人来吃 这样子 然后开心哦 就一起这样 好像一起run一个restaurant 因为很特别嘛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去真的run一个restaurant 你懂我意思哦 我很喜欢friendoffice 因为你就在 你就每天就在那个柜台 然后就很多游客来 然后你就grid他们 然后就安排他们房间 跟他们讲话这样子 就遇到不同不同的人 就每天就很开心哦 喜欢看不同的人 就很喜欢 而且是不同国家的人 就跟他们讲话 这一群朋友 因为太好啊 而且这里的restaurant也太好啊 我们真的是会一起去打Bedminton 会一起就出去玩这样子 所以很好玩 restaurant的关系很close 学生跟restaurant的关系很close 他们有签跟很多不同国家 不同地方的intern 就是hotel 然后 and then有很多地方给我们选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campus里面坐坐这样子 他就会 真的会带我们去那个hotel 然后 就你真的是在里面坐 这样咯 很充实 最重要还是认识到这群朋友 还有lecturer就可以 好像上完课就一起去吃东西 一起去炸鱼球 一起去做那些休闲活动 啦inti啊inti不错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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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